五彩繽紛的彩虹糖 在美國是駕馭戶小 高人氣的經典糖果 不料近期近掀起 食安風暴 一名美國民眾不滿彩虹糖廠商 使用寒毒的色素填加劑 也就是二氧化碳 讓不知情的消費者吃下肚 因而狀告法院 由於這項食品添加劑二氧化碳 所含毒性一向飽受爭議 繼法國在2020年宣布禁用之後 歐盟也於今年8月跟進 二氧化碳起初為工業用 著色原料 但長年來也廣泛使用於食品添加 在和陸續有研究發現 二氧化碳內有少許的奈米粒子 吃下肚可能存機在人體 造成基因改變 腸道損傷 與免疫系統併發症等風險 過去美國甜點圈大廠 也曾因為所使用的糖粉含有二氧化碳 決定捨棄為改變配方 隨著國際間逐步禁用 天然植物色素改月為主流 也為健康把關 三立新聞 金水會報道